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方垄断了将近70年 而中国不仅比西方晚起步20年 中间还有一段技术控窗期 导致中国在燃气轮机这一领域一度落后 不过呢 令人振奋的是 近年来国产燃气轮机发展良好 最近更是有消息传出 中国重型燃气轮机已经实现百分之百国产了 想来对此 大家也是很好奇 中国重型燃气轮机究竟是如何逆袭的 今天 小编就来和大家聊聊中国自主生产的国产燃气轮机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在这里 我们一起领略大国重奇风采 感受科技前沿魅力 点赞 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奔赴中国制造的星辰大海 燃气轮机诞生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然而这款第二次科技革命的产物 却一直被西方大国所垄断 重型燃气轮机技术堪称世界极难题 所以西方大国为了防止技术外泄被他国反超 足足选择封锁了70年之久 燃气轮机是一种先进而复杂的成套动力机械装备 是一种典型的高技术密集性的产品 而作为高科技的载体 燃气轮机也代表了多理论学科和多工程领域发展的综合水平 是21世纪的先导技术 随着时代的发展 世界各国对于武器装备的需求已经不再只满足于火力 动力的常规性 进入21世纪之后 世界各国都向着高科技领域发展 而这种极星技术 新材料 新工艺与一身的燃气轮机产品 则是一个国家高技术水平和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 中国的科技发展起步较晚 当西方国家已经进入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时候 中国还在建设新的国家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 中国的燃气轮机技术同国际上的先进水平的燃气轮机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尚未形成真正的产业 诸多领域动力落后的状态 也成了制约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因为这项技术一直被西方世界所垄断 而且拒绝对华输出 这也成了遏制中国发展的存在 要知道 动力系统不仅仅是使用在民用设备上 动力系统还是军用设备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市场容量上来看 中国的新世纪四大工程中的西气东书南水北调工程 能够让其正常运作就需要大量的30兆瓦级的燃气轮机 中国的船舶制造业想让健康的运转 也需要大量的30兆瓦级的燃气轮机 按照这样的情况来看 中国俨然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燃气潜在市场 但是这些市场所有的收益却进了他人的口袋 中国迟迟无法拥有属于自己的燃气轮机技术 只能一直依赖进口 一直会受制于人 而如今面对经济全球化 国际燃气轮机市场竞争激烈和国外高度垄断的新形式 中国对于自主研发燃气轮机非常的重视 一来是为了摆脱西方的封锁 打破被垄断的局面 二来就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避免自家财产外流 可就在前不久 百分百国产的F型重型燃气轮机实现满负荷运行 这消息一出整个西方世界都震惊了 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项巨大的突破 也是中国燃气轮机事业的一大进步 那么曾经的燃气轮机垄断国 对于中国的突破为何如此震惊呢 难道燃气轮机的研制真的有那么困难吗 燃气轮机是一种以空气为介质 凭借着高温燃气推动漩涡机械连续做工的大功率 高性能动力机械 由压气机燃烧室和涡轮三大主要部分组成 再加上进气排气控制传动等辅助系统 就形成了这样一台燃气轮机 燃气轮机我们从它的定义中 并没有看到它的独特之处 甚至这些简单的部件 跟我们平时所说的都极为相似 这样一款拆开都认识 合起来就复杂的燃气轮机 制造起来到底难在哪里呢 这还要从它的原理开始说起 从定义中我们也能看得出来 空气高温连续做工 很明显是热力学循环过程 当然气轮机开始运作时 压气机就会连续不断地从外界大气中 吸入空气让内部增压 压力机的动能转化成空气热能和势能 被压缩之后的空气温度升高有利于燃料 进行更加猛烈的化学反应 然后压缩的空气从压气机里面出来 进入到燃烧室 压缩之后的气体与喷入燃烧室的燃料充分混合 燃烧室的空气温度升高 在短短几十厘米的距离中 燃烧室内的空气就可以升高到数百度 甚至是上千度 而这些温度极高的气体就会推动涡轮的旋转 将空气的热能转化成动能 其中一部分动能传输到了压力机继续促使它进气 而另一部分则被推送到了军舰上 作为动力 看似很理想化的过程 不可避免的就是能量的散失 要知道这是能量在转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事情 就像曾经有人提到的涌动机的存在 借助能量之间的相互转化 让机器一直不停地运动下去 虽然这是人们一直想要追求的 但是却一直没有实现 那么这款F级重型燃气轮机实现这个目标了吗 显然并没有 但是它却做到了燃料的合理转化 在一定的能量损耗范围之内将燃料的能量发挥到了最大 而我们常见的燃气轮机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离心式压气机 一种是轴流式压气机 小微型压气机一般采用的是单机或者双机离心式压气机 而大型的发电用重型燃气轮机 一般是轴流式压气机 小编今天要说的这款国产新型50MWF级重型燃气轮机 就是一款轴流式压气机 所以它符合所有轴流式压气机的共同特点 也就是运行流量大 设备体积也相对庞大 而这种机型的优点就在于能够连续不断地吸入和排出空气 在高达每分钟3000转的转动下 形成巨大的空气流量 而这也满足了燃烧器燃烧和透频冷却的要求 要知道在整个重型燃气轮机中 所要保证的不仅仅是技术高 更重要的是材料的构成和加工工艺 误差还要小 因为倘若其中出现一点点小的裂缝 对于这台燃气轮机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 而这也是中国重型燃气轮机迟迟得不到突破的原因 中国在一开始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可是尽管前路漫漫 步履维艰 中国的科研人员依旧抱着坚定的信念 再累也要将重型燃气轮机给制造出来 历经了十多年 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 把这款F级重型燃气轮机制造了出来 那么专家们花费十多年时间 才制造出的百分之百 纯中国制造的燃气轮机 对于中国的发展又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 使中国的重型燃气轮机 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转变 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封锁 曾经卡脖子的技术成了令各国艳羡的技术 尽管西方大国已经研制出了H级重型燃气轮机 但是从F级到H级已经不再属于质变 而是属于容量的改变 它的容量虽然变大了 但是它的本质却是一样的 如今的中国已经拥有了十分成熟的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的基础 小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中国肯定会研制出级别更高 性能更好的燃气轮机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还有其他想了解的中国重型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小编 一定不要忘记点赞加订阅哦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